另一边 陆毅带着层服来到了吴首旭的府邸 三年之后再到吴首旭的府邸 可真是天壤之别呀 今日的府邸 富丽堂皇 院内亭台楼阁更显精致 想必都是造价不菲吧 陆毅环顾了一下院落 边看边皱眉 就凭这个庭院就足以治他的罪 吴首旭听说陆毅到了 赶紧迎了出来 陆指挥是大驾光临 快请进 陆毅没有多说什么 跟着吴首旭来到大厅就坐 待坐定后 陆毅沉着脸看着吴首旭 吴大人 三年不见 我看你这 陆毅环顾了一下亭中的陈舍 嘴角冷笑道 着实添了不少贵气啊 吴首旭当然知道陆毅此次来的缘由 擦着冷汗说道 让陆指挥时见笑了 我这也是 吴首旭一时找不到适合的理由来解释 其实也不用解释什么 陆毅不屑地笑了笑 我想吴大人应该知道我此次来的缘由吧 吴首旭见陆毅开门见山 叹了口气 我知道 听闻有人在朝中弹劾我 贪腐 陆毅抚摸着茶杯 等着吴首旭的下吻 吴首旭接着说道 陆指挥时 贪腐 试问哪个官员不为自己捞油水 只不过或多或少 只不过靠哪个大树可以给自己庇护罢了 围官知道 谁又能真正做到两袖清风呢 陆毅抬眼看着吴首旭 心想 他今日倒是说了实话 吴首旭见陆毅没说话 继续说道 下面的官员送你礼物 自然是希望自己能够平步清云 你总是要提拔人选的 那么收受感谢的礼物 人之常情呀 官越做越大 自然这感谢也越来越大 我当年依靠严党 后来严党倒台之后 兴得有当年你提示我进献了神鹿之功 没有被波及 随后才有晋升的机会 难道提拔我的人我不需要感谢吗 这一来一往之间 你可以说是感谢之情 也可以说是思乡收受 陆毅看着吴首旭 轻笑道 大人是在给我上课吗 吴首旭无奈地说道 我自知陆指挥时 这次亲自到杭州调查此案 必是要给皇上一个交代 我被罢官无妨 我只是就事论事吧 陆毅放下茶杯 为官的确有为官的道法 但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 所谓过忧不及 如果只是大人所说的 相互地感激感谢之情 陆毅自然不会误会 不过如果这其中还有一些 因为一己私利而误国事 因一己私利而让一方百姓遭殃的话 那就是贪腐所带来的恶行 我想吴大人应该明白 这其中的不同吧 这贪与腐 本身就与感谢毫无瓜葛 这其中的玄机 我想大人不必再让我多解释了吧 吴首旭看着陆毅坚定的眼神 内心甚是惊慌 但是他知道陆毅没有直接捉拿他 定是因为证据还需收集 所以他不能慌 那就静待陆指挥室的佳音吧 陆毅举起杯喝了一口茶 眼神清冷 走出了吴首旭的府底 陆毅转身看着身边的陈福 帮我到徐为徐之涵 大人 你要找徐师爷 陈福看着陆毅 嗯 徐师爷在吴首旭身边的日子最久 想必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人 而且他现在离开了吴首旭 这其中必有缘由 一定要找到他 陆毅握着袖春刀的手紧了紧 吴大人 有何吩咐 一个江湖人士来到吴首旭的身边 那人就是进一位指挥室陆毅 你可有办法对付 吴首旭看着陆毅的背影说道 他是狼头 人多自然是不好对付 但是一旦狼头落单 那就不好说了 此人撇着嘴说道 他可是不仅仅是狼头那么简单 也好 找机会挫挫他的锐气 来我的地盘查我 看看他有没有那个命 吴首旭的眼神布满了杀鸡 那酬劳这块 此人贪婪地说道 这路只回事 怎么能跟其他人相比较 你放心 自然是翻倍 吴首旭冷笑道 走出了道观 今夏洋庄要到周围转转 其实是借口跟承安四下打探 今夏和承安查看了道观周围的小路 只有一条小路被人刻意地抹掉了痕迹 他们相视一笑 想必就是这条路 随即今夏和承安悄悄地向路的深处走去 路的四周与其他并无不同 道路相比其他的路更难走一些 估计这也是这条路人际较少的原因 待走过一段崎岖的山路之后 便没有路了 前面都是荒草 今夏前后查看着 思考着 师父 没有路了 承安很纳闷 这条路真的是对的吗 今夏仔细地蹲下来 扒开草 看了看 拿出水晶圆片 仔细查看了一下 就是这条路 承安不解地看着今夏 可是这里没有什么痕迹啊 今夏指了指地上很浅很浅的一块痕迹 他们很小心 脚上应该是裹着布或者鞋底做了特别的处理 才会掩饰了脚底鞋子上的痕迹 看上去像是被草压过一般 你看这块痕迹周围的草有被压过的痕迹 不过这种压痕能够看出来分量不清 应该是人走过的痕迹 承安仔细一看 的确如此 师父果然是师父 说着狗腿地为今夏竖起了大拇指 今夏本想更进一步地打探 谁料今天穿的衣服轻煞慢影的 一走动就挂在草梗上 行动十分不便 都怪这衣服 实在太影响小爷的发挥 走 明天换身衣服我们再来 记得我们也要脚上缠着布 为什么 承安不解地问道 笨蛋 今夏拍着承安的脑袋 当然是不打草惊蛇了 难道告诉人家我们来过吗 这伙人竟然能够藏得这么小心 这里面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嗯 好 承安默默记下今夏的话 今夏站起身 向里面望了望 故作玄虚必有问题 这里可能就是他们的据点 里面情况如何我们并不知道 总之望是小心一点 嗯 承安点了点头 跟随其夫人回府的路上 惊吓把今天的发现告诉了其夫人 那好 明天我也穿着变装 跟你一起去 其夫人说道 还是先不要 我们先去打探一下 毕竟在这里他们对你比较了解 但是对我们一无所知 这方面我们调查 避免打草惊蛇 等确定了再做打算 今夏建议道 也好 那你一定要当心了 毕竟对方什么身份 我们还不清楚 其夫人担忧地说道 姐姐放心 我不会一身犯险的 今夏笃定地说道 那就好 不然我可没办法跟陆大人交代 其夫人笑着说道 姐姐 怎么好好地又说道大人了 今夏害羞地摇着其夫人的手 好好 我不说了 对了 昨天可见到陆大人了 其夫人问道 嗯 今夏想到昨天跟陆毅在一起 不由得脸色泛红 其夫人见今夏的表情 想也知道小两口定是很甜蜜 就没再多问 轻轻握住今夏的手 送其夫人回其夫之后 今夏和陈安走在杭州的街市上 陈安你知道吗 这杭州的女孩子 个个水灵动人 你可不要错过呀 说着今夏用胳膊肘 捅了捅成安 眼睛不由得 溜着街上行走的姑娘们 成安白了今夏一眼 师父 你今天可是身着 关家小姐的衣服 怎么说话还是这么不着调 要是让少爷知道 你这般不正经 肯定会念你的 我是为你着想好不好 你个没良心的 哼 哎 去那里看看 说着今夏来到一个摊位上 看着上面摆的各种女孩子的小物件 随手摆弄起来 陈安摇了摇头 师父的脾气秉性 也就自己家少爷能想得住 这种女孩子的小物件 这种女孩子的小物件 我以为你感到的